宇宙里边 你不可能把你的电脑从这搬到那里去 宇宙里边只有一个东西你可以使用 呼吸之间的144个方法 调频的 当你碰到什么事 要用什么样的呼吸的状态 所以有些难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一膝永蔽嘛 那我就问一下 如果你现在处于一膝永蔽的时间的时候 别的人他是否还在动呢 什么是当下 如果你把时间停下来 跑到490公里以上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地球 过去 现在和未来 当你回来的时候说 未来有一个23.6%的概率 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另外的一个人能理解吗 所以千万不要做预测 所以再说一个最大的一个东西 不要把你看到的未来给别人讲 记住这个点 因为这个未来只属于什么 你的神 这是为什么大多数 灵魂 你能理解它为什么给我们讲的东西 它不准了吗 能理解预测不准的原因了吗 是因为那是它的体验 不是你的 你可能在这个时间线上 惯性的还在走 它像猴子一样的 都已经跳到公园外面去了 也许你还在动物园呢 所以最大的一个忌讳是什么 最大的一个忌讳还是那个事情 就是一旦你做到这个等级 你用这种技术给别人在做 聊日诗的计划的时候 你说 请同意 你给我授权 读你的阿卡西 这意味着什么 你将读取到它所有的未来 如果你用你的人为的好坏对错 跟它说 如果它没给你授权的时候 会带来什么东西想过 你的以太的主播会和它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